大家好我是部长 今天我们要来评论的电影是 欢迎光临奇幻城堡 The Florida Project 由之前选择用手机拍摄夜晚还年轻的导演西恩贝克指导 故事在叙述一间落在佛罗里达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高速公路旁的廉价摩铁 有一位小女生孟妮与她的问题母亲海莉 她们母女俩就住在这间称为奇幻城堡的廉价摩铁中 而由威廉达佛所饰演的摩铁经理巴比 虽然看起来凶巴巴 每天在跟各位房客吹脚房租 但是其实心中还是很关心每个房客的处境 面对这样艰难的现实环境 小女孩孟妮依旧快快乐乐地过着每一天 每天都跟着她的好麻吉在摩铁周边游玩 殊不知她妈妈海莉其实牺牲了很多 才能勉强维持这样的生活 而有一天突然一个意外发生 现实是否会压垮这对母女呢 这不是一般的电影 导演带我们观众进入这个社会阶层的生活样貌 但电影并不是用一般的成人角色去带 而是用小孩子的观点去看这个艰苦的人生 电影的主体就是在看这些孩子们 生活在全天下的小孩都想要去的迪士尼乐园旁边 过着一般家庭很难想象的困苦生活 他们将一般人只是待几天就走了摩铁 视为他们的家 附近的废墟跟草原 就是他们家后院跟玩乐的乐园 但孩子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日子很苦 只有当画面带到他们的家长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才能理解其实他们都过着 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 感受到所谓的苦中作乐 而威廉达博饰演的芭比这个角色呢 他在摩铁是管理的阶层 看着入住这奇幻城堡的这些房客们的生活 表面上当然得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总是搬着脸吹脚房租 但其实他内心是希望这些房客能够平安的度过日子 希望这些孩子可以在目前可以拥有的最好状态下 平安成长 当我们看到芭比有跟周边的其他摩铁 为了让彼此的这些房客可以好过一些 都有谈好一些台面下的协议 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芭比对这些房客的爱 也因此当梦妮准备要被迫跟妈妈分离的时候 芭比无能为力只能到一旁抽烟 我想在当下芭比心中一定是无比的难过 而电影的主轴 母女党海莉与梦妮 在这里面的演出实在精彩 演到后面都开始觉得这不是电影 反而像是一部纪录片 海莉每次生气发怒的时候 或者是梦妮很天真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表情 电影中的一切一切都呈现得很真实 用最接近真实样貌的方式 来呈现这个社会阶层会经历的困难与挑战 既能让我们对于这对母女的遭遇感到不舍 母女在电影中有前往摩铁周边的一些地方 可以发现就是迪士尼乐园周边的高级饭店旅馆 短短几条街就有这样的差别 这画面实在讽刺 最终看到梦妮与她的好朋友珍稀 手牽手往前奔去 我想意思就是梦妮知道她即将与珍稀道别 在离别来临之前 奔向现在唯一能够感受到快乐的地方 也就是人们会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看似很近 但其实很远的迪士尼乐园 最后我给这部电影8点3分 感谢各位收看这次的影片 那看完电影之后呢 你觉得谁的演出让你最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言 留下你们的想法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哦 喜欢这个影片呢 记得给这影片一个赞 并订阅部长的YouTube频道 我是部长 不久 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